这间方块评测,看看有什么可以买回香港 晚上6点,好像没什么人 可能打工的全部回家吃饭 我四围走一走,看有什么吃,不要常吃吃座餐 看有什么吃,可以买回香港 我们看完这里,我想走一下中韩城 军上购物中心,A,B,C,D,E,应该不能走 我想走回B区,只是B区,我也是走两层 如果这里两种饭去到$30-$40,这里就吃不到 我介绍大家一间叫麻辣香锅 我在北京经常吃的 绝对比这里好 因为麻辣香锅是自己选择材料 它是即场炒出来 够了锅气之外 还是重口味 没有落味 麻辣香锅两个人都是七八十元 这间两送法都不是很便宜 要充值会员才是四元一两 它写着拿六到八两为合式 即是如果你拿到八两 都要四十元一碟 中航军上购买中心很多选择 我决定是回到B区再看看 我走到地库下了一层 B1这里有很多食物 这个商场里面一点都不贵 我走一走一走 三两粉吃过在水围 我现在在四围看有什么自己选择 结果被我们找到两间 绝对值得推介 这间街边铁布 我朋友吃过两次在黄庭广场 我也没有兴趣再吃烧肉 今天 只是这个军上的A区 只是说B1都这么多食物 还有我留意好 它的价钱全部很贴地 我就找到这间了 醉人椒 这间就是麻辣香锅 我以前在北京住的时候 整天吃的 这间店真的很惹味 待会再说 看看有什么 善心忌 是煲仔饭 连锁店 云南野 云南米 竟然有真鲜寿司 还有沙利亚 但不用想 我一定会吃这间 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 一定要来 这间店没有下味精 我是味精探测器 一吃了就知道 我看看哪些是配麻辣的 它是炒出来的 我看到豆皮豆干 有薯仔片 很多不同的菜 还有菇牛柏叶 我认为最夹的就是 牛心馆 白色牛柏叶 麦鱼仔 烧肉 牛肉 还有腩肉 朋友选了鸡软骨 一定会要白色这只牛柏叶 它和麻辣很夹 炒出来很香 牛心馆 还有选了两只鸡翼 这个就是鸡圆骨 旁边有虾 没有选了 薯仔是很夹的 我忘记拿薯仔 我这个朋友 完全没吃过 但我介绍他吃 他都说OK 不过口味是重 我说这些用来送饭 一流 猪大肠 好棒 猪大肠真的很夹 还有鱿鱼仔也很夹 它也有巴沙鱼 牛蛙就不要搅了 用蓝肉 用眼睛来判断 露筍是很夹的 还有豆皮和腐皮 也是很夹 喜欢吃猪虹的都可以 好 我选完了 这里买单是七十多元 先买单 七十七元 用尾团可以便宜少少 可以便宜几元 好 就看它怎样煮 有些要烧一烧的 这里真的好香 要求要微辣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吃过 这个值得推介 以前在北京经常吃的 他放很多蒜头炒出来 真的很香 绝对是重口味 特别可以送饭 我炒出来那碗 可以够两个人吃 还可以吃两碗饭 我认为这个绝对比两送饭还要值 因为它是立即炒出来给你的 我们大家也是选菜 选材料 我觉得自订便会吃这个 如果刚才的两送饭 是要值三十多元的话 这里我七十七元 是绝对够两个人吃 再加两碗白饭 绝对比吃两送饭 这个麻辣真的好香 以前我在北京三个人吃 我炒到很大盘 买单都过百的 八一二 都十年前 我很怀念这个味道 重口味得来 自己可以选择味道 要麻辣辣都可以 或者是少辣 炒出来的鸡翅 又是很美味的 真的吃串烧吃得多 转下吃这个麻辣香锅 我真的非常推介 我现在临睡了 我看到之后都很饿 分分钟如果在深圳 会跑下去吃 这个就是我的食物 够两个人吃 可以一人吃一碗饭 但我还要试其他 所以不可以吃饭 牛心馆 这个是羊肉 这个是牛柏叶 死了 这个应该是羊肉 这个是豆皮 这个也是猪大肠 鹿蠣好夹啊 木耳 牛心馆 这个可能是牛肉 蜜鱼仔 鸡翅 哎呀流口水 这个 腐竹 鸡圆骨 腩肉 菜 又是鹿蠣 猪腩肉 哇好正 这些免费拿的叶萝卜 这间值得一来 网友们如果来了之后 给个评语 我给他很高分 他有特价餐豆 不喜欢设定的 一定是自己选 好有锅气 好了接着我看第二道 再吃个 写着养生汤面 研究了一会儿 他用猪骨来熬汤 又有当鸡 我朋友不是很喜欢当鸡 有蕃茄汤底 我又想吃马寄永 其实我又想吃烤羊肉串 不过要看我朋友想吃什么 我等他选 麻辣香窝 我就吃了 这里有一间民宿 湖北小吃 这里有一间专买pizza 我现在还在回味着麻辣香窝 这里有一间菜兰饮茶 卖点身 但是这里的商场全部很贴地 价钱 这间是酸辣粉 真的太多选择了 接着又看到有 云南脆皮烤鸭 80元有半只 我们选了这间大佛兰 真是值得一来 湖南小吃 里面的点心非常吸引 我朋友指着这个 他很想吃这个 是桂花湯圆 都吃得下 有两个特别出色 这个水 放了不知什么香菜 我觉得是放柠檬更好 桂花湯圆 OK 接着我们做了个冬菇面 外面的泡菜 任你拿的 这个冬菇面是二十多元 这个好热 但是这个最甜 这个一定要点 这个叫拉丝油条包装池 又烟韧又有黑芝麻的味道 这个比吃油大鬼一千倍 这个一定要点 这个叫酒润蛋花丸子 好像日本的米酒一样 你看看 真是拉丝的 这个很好吃 接着我割了个炸崖草丸 这些全部不过十元 泡菜任你拿 看看它的价钱 冬菇面 21.9元 它很多饭 很多不同的东西 很多面 这个汤丸子是7.5元 8元 就是拉丝油条包装池 一定要吃 这个我们没有叫到 酒润蛋花丸子都可以 下一层看 哇 这里有间餐厅 好大 整间高级餐厅 不是开玩笑 但是它的价钱 完全是低级价钱 一份一块披萨 竟然是三十多元 这个中行城购物中心 只是B1 那些东西我都吃不完 还想再试 真的要在这里住几天才行 面包就不要搞了 竟然有大家落 它有些在黄庭港场有的店 但是在这里 就没有它那么旺 始终这里少香港人来 我们走了 原来B出口 是可以去到地铁站的 不用出去入雨林 中途见到大快活 咦 都是很少人帮上大快活 这个商场就叫世纪会 你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东西 穿过世纪会 就会去到地铁站 不用出去 沿着主事 指示就可以了 它和中航军上购物中心是连着的 所以如果外面落雨 行雷闪电 真是在B出口 比C出口 这两间真是令我很深刻印象 我推荐给大家 绝对值得来 一间就是醉人椒麻辣香窝 自损材料 即炒的 另外一间就是大佛兰 湖南小吃 我特别推荐就是那个 拉丝油条包麻辞 这个真是最棒 它拉开的时候真的拉丝 不过拍不到这个镜头 因为我自己拉又拍不到 我朋友没有帮我手 这个真是很棒 最有深刻印象就是这个 去那间店这个是最棒 其他那些都吃得下的 好了 说到这里 我就想回应一个网友 他说我上一次拍了一条片 一衰售起销日本火锅 不应该出街 他说所谓海鲜和牛的自助火锅 海鲜非常之一般 喂 什么去吃过吗 吃完再说 接着和牛打个问号 他说合成牛 他说宁愿去吃这个潮山牛肉 接着我告诉这个白痴仔 你说潮山牛就对了 我想起十几年前 我带着一帮潮州佬 这帮潮州佬很好吃 他参加那个团 他竟然住五天帝国酒店 是日本帝国酒店 还有那个团是一餐都不包的 他真的很好吃去玩 他说他要吃哪里就哪里 去到哪里吃到哪里 那个团竟然连我的酒店都没有 幸好那个领队是男的 他很好人 他说一起住 接着我真的见识一下那个帝国酒店 那个日本地接 他说五道 你走去拿别的房 便宜些那些 这个帝国酒店没有你的房 由于他住了五天 这团真的很深刻印象 这帮潮州佬 去到神户 他说神户什么出名 我说不用说了 你自己知道 接着他死都要吃神户牛 他说一定要我带他去 我立即问那些师兄 神户哪家出名 他说你找那家摩尼吧 去到之后 他那家摩尼是一万日圆一个 当时是兑七的 大概七个人 他还请我吃 即是请了领队和我 总共加上九个人 买单是要九万日圆 科市里面有什么 有菜沙鱼 有些甜菜 主要就是吃那一块 一百克的神户牛 一百克不是很多 一百克是一块扒的半块 即是半块扒 但吃的时候 那帮潮州佬 吃得很快 然后说 哇入口化的 哇好正啊 那帮真是大乡 但是这帮人是真是超级富有的 住得帝国那些不是说笑 即是等于参加菜篮那些团 要十几万的 便宜的时候都六七万 不要说他得北海道 即是一个得 这帮潮州佬很贵吃 又会享受 接着过了一排 送完机 我见过一个领队 领队跟我说 那帮人被人逮捕了 有一个 我说什么事啊 他可能是关于贪污那些 原来那些是政府官来的 你说那帮潮州佬 懂不懂吃啊 他们这帮应该是吃开 那些漂亮的潮山牛 不是这条傻仔 吃的差的潮山牛 人家吃那漂亮的潮山牛 去到日本 真是变了大乡里 他那餐也是请我吃 其实我带团 大陆团 真的大概十多二十年 我们是不同带香港团 香港团随团去随团回 所以我们很多时间都留在日本 送完团之后 都会有时一两天 留在日本 我们全国各地四围走 有时见到和牛店 我们都会进去 我们是不会吃任吃的 很多不同牌子的日本和牛 我们都吃过 还有我们每一团 都会和客人卖和牛 因为有两间餐厅 我们经常去 冬入板酒 我们就会去深齋桥 有一间叫金太郎 那里给我们外带牛肉进去 满入冬走 我们就去成田机场附近 有一间叫夏拉玛萨 它是任食肉的 竟然一千日圆 当然是不漂亮的肉 我叫客人来日本 一定是要吃和牛 先吃的当然是吃这块和牛 我叫厨房和它煎 因为厨房那个 都是我们香港人的朋友 每次煎完都会切一块给我吃 在客人里面那里 我就试味了 即是我平均一个星期都会吃一次 和牛 有时都会吃日本不同牌子 由于这两间都是我们 渡游经常去的 我们有特权可以外带肉去烧 去到深齋桥玩 有时我都会买些美牛进去吃 我有一次带朋友进去 当然不要失礼 买了些最美的 但不要以为日本的和牛很贵 我也是找些肉店订过来的 有时去超级市场买 我试过在日本一间超级市场 三千英的和牛 竟然是获奖的 其实不同产地的和牛 它不会差很远 但最差的就是九州和牛 它是深红色的 脂肪又不好 差的和牛真的有点粗糙糙 而美的和牛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还有去到金太郎里面 有条嫁妹 她真的不过三十岁 二十多岁 很年轻 真是打小时工 我说过日本真是窮到富串 以前日本人是很富有的 我当时买了些香印提子 那些香印提子 成三千一抽 我又请了几粒给这个妹妹吃 她吃完之后 她打了个凸 我说 哇 正啊 我说 你没吃过吗 她说 是啊 我真的没吃过 你看看日本出的香印 连一个日本人自己本身都没吃过 何况是和牛这些高级的东西 其实价钱不是很高级 尤其是现在这个位置更加低级 日本人很多都吃不起 其实我真的是和牛恐惧症 有时推销那些国内客 有时 哇 她叫一人一块 其实我介他们两个人吃一块 通常一人一块实在太多了 很漏的 有一次有一班人是超级有钱的 她说 嗯 我要一人一块 她还吃了两次 我那次都是去银座那间 给他们自带进去的 但那间倒了一粒了 包括深浅桥那间金太郎 和成田机场附近那间夏拉玛萨 我们这些大陆客的导游 已经再没机会做牛肉了 完全少了一个生意收入 真是牛肉和牛吃到厌了 在日本 我现在都不是很大兴趣 这十几年 我们的经历 履历 我不知道那条留言 那条八痴仔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履历 你华人大乡你 还说自己喜欢吃潮散牛的吧 你看看人家那些超级富有的潮州佬 吃开潮散牛的 吃了那块日本和牛 神户牛 表情和食物的速度 吃到叉叉叉叉叉 那个潮州佬如果见到你 见你流这些盐 他一定会说你是港餐 上次那条片在华强北站 那间中航城军上购物中心 的B区四楼的 一衰受喜笑 他那个招牌的澳洲雪山和牛 绝对好过日本那些炸的和牛 因为炸的和牛 我都领教过 好像有一家在银座的那家 尼西铺 游客餐成五千元一个 他说是和牛 煮到整煲都是泡 还有完全不滑 一点都不好吃 他竟然 我们旅游不包餐的导游 他竟然要三千元收我 那个餐 我立即炸完 我要公司不用这间餐厅 我说根本这些就不是和牛 这些应该是美国安格斯 如果他真是和牛的话 真是全日本最差的和牛 所以我说整天都有这些白痴仔出现 麻烦网友留言要高水准少少 如果你是攻击的就无谓了 人家第三者一看下去就知道 去吃过的更加会智 如果你留言是留一些对大家有帮助的资料 那就真是帮到大家 这条白痴肥仔 真是连个样子都比人 不单只样子坏 人格还非常坏 你说如果是这样做人化 他做老板一定不会成功 如果是打工的 他老板一定会炒他 遲早 这么没知识的人 再加上人格低劣 真是没办法 还有他说榴莲是冰镇才行 还有要新鲜开 他说敲的是不行 这个我就留给大家 网友去回答这个白痴仔 还有德叔都说 现在这些日本仔很穷 一千元任食那些排组 德叔都说一千元那些不是好肉 但是真是惨 我都说日本人贫穷的原因 在这里又买下广告 我有三集 未看过那些一定要看 真是超乎你的想像 或者超越你的认知 真是说你都不信 但是看完我的片 有正有句 无花无假 日本贫穷的原因 一定要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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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